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1488集 你 收武圣气的发道 文化荣 周某也不是好惹的 今日周某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强 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算了 周师兄 还是让我来解决吧 省得浪费时间 秦晨走了出来 一手搭在了周武圣的肩膀上 阻止了他的出手 脸上显现出了寒意 周师兄啊 你也看到了 这家伙是自己想要找死的 怪不得不应 既然有人咄咄逼人 那本少爷就不客气了 不然传出去 本少再怎么再提结婚 对欺负成这个样子 难道还要忍气吞声啊 秦兄 周武圣看到了秦晨脸上的寒意 不由得退后了两人 心中有一些恐惧 这 还请你手下留情啊 不要下杀手 否则传回总部 你也要麻烦啊 这个我自然有分寸 放心 我也是天宫座的人 虽然面对的是几个废物 不过本少爷不会打开杀戒 秦晨点点头了 废物 你说谁是废物 小子 口气这么狂啊你啊 血阳府大师兄本华龙 一下子从和涛住的交手中冲了出来 对着赵梁汉和池文敏高和道 赵兄 池兄 你们两个先稳住啊 等我斩杀了这个小子之后 再来联手一起斩杀这头套主 给我死来 他怒吼一声 突然之间出手 胸口之处 骤然出现了一个漆黑的漩涡 顿时从那漩涡之中 击射出来了无数 如同细针一般的黑色进气 密密麻麻 如同牛毛一般 这些细针般的黑色进气 根根都闪烁着嚎广 约含着天道的至高道理 闪烁惊人的气息 几乎是无锦不摧 黑黄灭神针 周武圣等人神色一鸣 立刻发出了惊呼之声 骑兄 小心 不过 他这话是多余的 那黑黄灭神针击射而来 刚刚到达了秦臣身体三丈远处 就好像是刺中了一块坚硬的钢铁 发出了铿枪之声 火光直冒 然后直接化为了一道黑烟 消散不见 一点都没剩下 这黑黄灭神针是极其狠毒的 砖破护身钢器和防御法宝 用这一手攻击 本华荣不知道暗算了多少强者 听说在前段时间还暗算了一位天圣 后期霸主高手 将对方重伤差点斩杀了 现在居然无功而返 本兄的修为比之当初还要更加强悍上一份呢 体内已经凝练出了霸主之力 几乎已经是天圣后期的霸主枪者了 黑黄灭神针应该是更加厉害才是 怎么确实根本没有破开那秦臣的护身圣源呢 那秦臣的身上气息到底是什么力量 荒谷之气吗 难道是远古某个炼体强者的顶级传扯 难怪能击败向无敌啊 看来这向无敌败得不冤 可惜他现在得罪的是本华荣师兄 本华荣师兄的手段可不止这些 不错 本华荣师兄能成为我们血阳府天公做大师兄 可不是靠资历上来的 而是靠实力杀上来的 就算是那广海府天公做大师兄周武圣上来 也不会是本华荣师兄的对手 更不用说那秦臣了 看见秦臣挡住了本华荣的攻击 许许多多三大府与天公做圣子们都议论纷纷起来 暗中冷笑 虽然有些吃惊 但是根本不看好秦臣 那眼神中像是在看一个死人一般 他们的嘴角勾勒冷笑 组成大阵 抵挡妖兽大军 都想看着秦臣是怎么被杀死 难怪如此嚣张 原来是牛两下嘛 可惜在本座面前根本就不够看 本华荣看见黑黄灭神针 居然洞穿不了秦臣身上的圣源 不由得全身一阵 脸上更加显现出了残忍的笑容 突然身形一动 整个人的身体莫名的消失 面前空空荡荡 一点气息都没有了 嗡的一声 下一刻 本华荣就出现在了秦臣的脑后 化成了一柄漆黑的通天战刀 当头就斩落了下来 他居然化身兵器 以身为斩 破除障碍 攻击敌人 这一道漆黑的战刀威力 甚至达到了天圣至宝的程度 威力惊人 战刀之上 倒到今天的浮温运转 充满了浩瀚毁灭的气息 并且有一种切割一切莫名契机 展落其中 居然将秦臣的荒谷之气 像是豆腐一般的切开 化冰神诀 炼于魔刀 众人看到了本华荣的手段 都是大吃了一惊 想不到本华荣竟然炼成了 我们天宫座最为顶级的 化冰神诀神通啊 神化兵器 所向无敌啊 锦门神通修炼到极致 可以深化下天下最顶级的生命 足以毁灭一切无形的存在 传闻这本化冰神诀 乃是我们天宫座远古一尊强指流传下来的 能够修炼成功的人几乎没几个 炼于魔刀 这已经是化冰神诀小成的地步了 化冰神诀 周五圣等天宫座弟子 都露出了精录 目光震撼 深深知道这门神通的可怕之处 本华容这一门化冰神诀的杀手锏 施展出来 足以重伤霸主高手 这秦晨 要吃大亏咯 天山府天宫座大师兄赵良汉 任王府天宫座大师兄池文明等 顶级高手 都是暗暗点头 嘴角勾勒起了愣笑 知道秦晨要倒大没 同时暗自盘算着 如果自己遇到化冰神诀应该怎么抵挡 但是 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 秦晨转过身来 手掌一动 轻轻一斩 当的一声 掌援就斩在了炼狱魔刀之上 那炼狱魔刀被一掌劈倒 上面黑气暴涨 浮温震战 发出了哀鸣之声 好像是承受不住力量 翻翻滚滚 一连倒飞出了上千丈的距离 这才停留下来 在空中 重新凝聚成了本华荣的星天来 本华荣面似苍白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眼神望着秦晨 不可思议的深深情绪 显露在了瞳孔之中 不过下一刻 那不可思议的情绪 化为了仇恨和抱负 小子 你激怒我了 接下来 就真正的只有死路一条 不但是你 还有你广汉府天空座 所有人都为我杀死 你们就认命吧 你们 身体一个摇晃 一股股化冰神觉的气息 从他的身上散发出 这神觉闪烁 本华荣的身体中 绽放出了各种的气象 熟人之间 就化作了一柄魔枪 魔枪角度化作了魔龙 朝着秦晨一枪炸来 这一枪炸出 虚空中都差点被炸爆了 一道道漆黑的涟漪 从那枪尖之上弥漫开来 虚空中有无形的存在 都不断地毁灭 这一枪无可匹敌 仿佛天神刺出了自己的 震怒一枪 要毁天灭地 但是 秦晨一旧是闻思不动 手掌深处 一道道毁灭的气息 从他的身上绽放出来 形成了一道道剑气 这些剑气 古朴深沉 并没有什么惊天的气势 但是 每一道剑气 斩在那黑色长枪之上 就把那黑色长枪 打得剧烈颤动 上面 无数的符文 力量 都在裂开 哎 这秦晨居然如此厉害 抵挡得住 化神兵神爵啊 这 这是什么神通啊 好像是某种 神剑神通啊 绽放出来 如此毁灭力量 难道 秦晨是一名剑客啊 不是说 那秦晨肉身防御很强 并且拥有 强大的天火之力吗 怎么没见他施展呢 众人看到 秦晨再一次 挡住了本花荣的攻击 一个个全都更加震洁 这时 本花荣的化兵神爵 也开始全力施展 变化之间 顿时虚空中演化出了 无数的神兵 这些神兵 化作了无穷的虚影 有各种形状 刀枪剑戟 十八般武艺 层出不穷 无数的兵器变化之中 都蕴含了至高的气息 整个废墟宝地的虚空 都开始隆隆地颤抖起来 好像一个神兵大军在出动 就连那之前 和本花荣交手的霸主 妖兽韬铸 眼神也露出了惊入 之前本花荣出手 根本没有施展出 如此恐怖的神通来 否则 他更加的难以抵挡 这些人类难道这么变态 那浩浩荡荡的神兵 化作了神兵大军 倾泻向了秦城 但是 秦城神色不变 他甚至没有施展出 什么神通来 只是身体在虚空中 不停地闪烁 是空间之道 然后 手掌不断地爆发出了 毁灭剑气 在空中游走 而且 道道真龙气息 环绕着秦城 无数的兵器 都给震干了 想止不下呀 这秦城竟然真的挡住了 本花荣师兄的弓箭 三大府邸 听工作 许许多多的高手 都露出了惊入 难怪的 这物生要一力为伙的秦城 也难怪这秦城 能击败向无敌 死子居然有如此势力 连本花荣师兄 一时也拿不下他 相止不下吗 周武圣苦笑了一下 和魏斯青等人 脸上更是露出了冷笑 但是 却是一句话都不说 他们知道 秦城这是在和本花荣 做游戏 根本连议程的实力 都没有施展出来 空中的本花荣 把化冰神爵施展到了极致 一股圣缘勃然而发 似乎是从虚空中 引来了无数上古神兵的 气灵 满空都是刀变化成神兵的影子 你只有朝下之力 这是没用的 因为你只能不乱的敌囊 而我的化冰神爵无孔不入 只要是陪我抓住机会 你早晚都会陨落难逃也死 本花荣的声音 冷酷无比 处处显现出了阴冷的沙气 是 秦城发出了悠然的声音 无论天空中兵器有多么猛烈 他都可以用毁灭剑气化解 我这是在和你玩呢 你到现在还看不明白 你的化冰神爵 现在我已经彻底熟悉 推算了出来 刚刚和你争斗了这么长时间 就是为了推算你这门神通奥妙 你当真以为 我的实力就止于此吧 秦城冷笑出声 他之所以和本花荣战斗这么久 其实就是在推演对方的神通奥妙 因为这化冰神爵 的确是十分的奇特 有莫测的威力 可惜啊 这本花荣根本无法施展出来 如今 在施展补天之术的情况下 片刻之间 秦城就已经完全捕捉到了 这化冰神爵的奥妙 轰隆一声 秦城的身体中 起源之书里 一篇化冰神爵的文明书液 缓缓地形成了 又多了一个文明 一个书液 刚才 要不是酝酿文明的奥妙 进入顿悟的状态 感悟着化冰神爵的奥义 秦城早就把本花荣给击杀了 哪用得了这么久 现在 从感悟的状态之中解脱出来 他也就不再留守 在说话之间 秦城的气息陡然一变 如一座高山平地拔起 如一道巨浪淹没大陆 身体之中 一道道黑暗暴焦龙的真龙气息 冲天而起 四面横扫 直接一冲 顿时 无边的进气爆炸 那化冰神爵演化出来的漫天神兵 都一下子炸裂 崩溃 秦城紧接着一拳轰厨 喜源神爵 轰隆一声 所有的兵器蓄影都消失了 最后凝化成了一道狼狈的人影 本花荣全身都在爆炸 衣服被震得支离破碎 整个狼狈不堪 温身喷射鲜血 整个人狠狠地摔落下去 口中不断地狂喷着鲜血 伸手重伤 什么 本花荣师兄居然败了 怎么可能败北啊 这一招就败北了 刚才那秦城 真的是和他在玩啊 真正发威一招就击贵 所有人都是大惊十色 不公在一天 本花荣面露无比的争议 身上一股魔鬼的气息蒸发出来 无边怨念冲天而起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羞辱 他是忍受不了 陡然一下拼命 整个人再次跳跃在宫中 化为了一轮漆黑的烈日 上面黑色的光芒到处闪烁 爆发出了化冰神诀 最恐怖倒影 灭冰之轮 一声大号 本花荣化作了一道黑色的冰轮 直接碾压而来 气息一层一层 把空间全部碾碎 秦城一步踏出 身体荒骨之气运转 手掌之中竟然是化作了 一个漆黑的冰轮 这冰轮气息比本花荣体内 演化出来的冰轮还要恐怖 如同死神镰刀 一盏盏出 轰隆一声 直接打在了练兵之轮的身上 本花荣再一次发出了一声惨叫 那练兵之轮爆炸 黑色的气息四处弥漫 然后在黑气之中 一道身影闪电般的纵横而起 就要逃离这 想跑 秦城大秀一挥 空间凝结 所有逃散的黑气 全部朝着四周凝聚着 随后 他的脚步向前再次一踏 黑气凝聚 被他踏在了脚底 本花荣的身体再度显现出来 匍匐在地面 被秦城一脚踏在了脑袋上 狠狠地踩踏着 凄惨无比 屈辱的简直是想要自尽